我們現在新買的這個一架是要多少錢 1.21億 1.21億的 過去買的跟委員報告是三千多萬的美金 三千多萬 那就貴很多耶 可不可以打折啊 我看最近我們去SOGO 中年慶都是打折 那我們一次也買那麼多啊 就全世界來說 我們一次買66架的 我們是在第一名啊 連年輕人的學貸 利息可不可以由政府來補貼 我們主計長啊 部長啊 第一句話說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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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坐高鐵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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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買戰機一次2500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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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說不然能打個折的這個心態 都沒有 真的我們買 飛機買這些武器 買一送一嘛 買個大的送個小的有沒有可能 負責賣的那個賣方啊 你下次來 我私底下我自掏腰包 我請他喝成膏 我請他吃飯 對不對 跟他拌勞 拌勞你聽得懂嗎 謝謝委員 對 我多今年一份力量 看能不能為全民把關啊 因為全民現在苦哈哈啦 那個央行的黃金有多少萬盎司 1350萬 本西啊 具體的建議總裁齁齁齁 請你們那時候在每盎司1,270塊的時候 對 我說拜託你幾乘買1塊 加減買 請你買個 500億 那我當初講1270這樣子差多少% 我想就是說委員 差了快30% 我當初說具體建議買500億 355 等於我們當初如果聽我的話去買 國庫就賺了100多億 總裁你如果講的話都沒有認真聽一下 對於黃金我們是長期持有 我們的立場就是說我們也不賣 到目前為止我們也不買 所以我那時候建議你們沒有買 當然啦 那個10點的問題 但是也有 就是10點啊 10點才是最佳建議的買點 你買低現在高賣的話不就是賺100多億嗎 這個88委員 有些時候有些時候那個事後資格量 不是事後足夠量喔 不是事後足夠量喔 美國啊 他一出手 每個人就是1000塊美金 我到現在沒有 遇到一個民眾跟我講說他要領到錢的啊 還有什麼振興券啊也沒領到啊 可不可以大方一點 不要說幾百塊 是不是可以比照美國 美國是一個人給3萬塊嘛 我們不要那麼多 本席正式要求喔 中華民國很有錢啊 可不可以給老百姓真正需要的人喔 有錢的就不要了 真正需要的人 一個人給他起碼1萬塊嘛好不好 上次馬政府的時代一次舉債八百多億 然後每個人花三千六 這個效果有限 大家領得很開心啊 1萬或8千你決定沒關係 我都支持啊 當然越多越好 因為中華民國是很有錢的 這四年來稅收超真的六千多億 其實如果院長缺錢的話 你來找我 我打幾包給你了 中華民國很有錢的 不會倒的 那我知道錢藏在哪裡 隨便講一個好了 空軍總部那塊地 今年印的鈔票 剛好超過前兩百年印的總數 到處都是美金流竄 那為什麼台灣不印啊 別人印我們跟著印啊 這印鈔票是央行的事情啊 央行沒來 以後你有可能成為央行總裁 請問蘇部長 那為什麼全世界在印 台灣不印 全世界就是因為QE的關係 就是2008年金融風暴以後 為了要解決這個維持金融穩定 所以大量的QE 讓它的這個流動性能夠充足 那現在的這個情況也是一樣 因為就是說 像美國它也是無限量的QE 就是要解決流動性的問題 那台灣目前的情況 沒有這樣子一個情況